各位投資朋友們好 我是路易斯 歡迎收看今天的盤後影音 大盤指數今天再度下跌了61點 跌幅來到0.49% 成交量是1755億 收在12583的位置 各位大盤指數你們有沒有發現 近期從這個地方 台積電ADR寫下歷史新高 台股的台積電竟然沒有寫下歷史新高之後 台股就一蹶不振 持續往下被提款 對吧 一路往下被提款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奇怪 成交量都沒有放出來對不對 成交量沒有放出來 可是外資全部都是站在賣方 目前已經連續賣了好幾天下來了 那這盤後續到底該怎麼看待 各位 你去思考一個問題 這盤目前到底在跌什麼 他跌的是一個美國選舉的不確定性對不對 他在跌這件事情去思考 這件事情如果解決了怎麼辦 如果解決了 或者是這件事情 如果被市場消化這個情緒 他目前有這麼的恐慌嗎 我要請大家去思考的是市場的情緒 如果真的很恐慌的狀況之下 今天基本上外資應該把貨全部倒出來 那今天盤應該要中錯 量能應該要爆大量才對 可是你有看到爆大量嗎 沒有 代表什麼 沒有恐慌殺盤的狀況出現 所以這地方你貿然去亂砍股票 我認為是非常不明智的 非常不明智的狀況 所以這地方我的觀點還是一樣 現階段來講的話 還是先看一個區間震浪盤 高檔震浪盤為主 目前來看 如果是以目前的一個均線架過來 你要特別小心 均線這個地方 尤其是在這個月線的部分 已經有明顯的跌破 並且嘗試下彎的狀況出現 所以這地方你說盤 你要大檔特長嗎 我認為風險還是存在 不過你說現在要大跌特跌了嗎 我認為也還沒有 目前的格局就是在這個高檔震浪盤 除非這個區間突破或跌破 短線上的方向才會出來 尤其是量能只要爆出來 方向都出來了 所以我認為現在 你也不要太過樂觀 你也不要太過悲觀 一樣先看行情走一個橫盤 震浪整理為主 那今天架構的部分也是一樣 下跌加速非常非常多 743加是下跌的 33加漲停板 各位你有發現嗎 0加跌停板 代表說真的沒有恐慌性的賣壓 因為量能根本就不夠 那OTC的角度來看的話 今天還收一個小紅0.04% 那這地方一樣高檔震浪 然後橫盤洗來洗去 震來震去 目前當然還是一樣 你說他轉空了嗎 當然也沒有 當然沒有轉空 成交上更是量數到了392億 所以這盤沒有量 沒有量就上下甩 我就上下甩 類股輪動為主的一個格局 不過一樣下跌加速是比較多的 下跌加速486加 上漲加速364加 明顯一樣下跌加速比較多 而且跌停板有2加 但是你應該也有注意到 上市規的漲停加速也有60加 也就是說各自各股 還是有零星點火的表現 但很多的類股 很多的各股 還是一些比較小型或者比較投機的個股為主 所以你說這盤要掛點了嗎 各位如果真的要掛點了 還會有這麼多的漲停加速嗎 雖然這些漲停加速 或許沒辦法提供大盤多大的支撐 不過 代表還是有零星的個股在點火 所以我認為這邊你說要崩盤了嗎 一定還沒有 一定還沒有 不過也不是大多特度的格局 就是一個高檔震浪盤 所以高檔震浪盤之際 你到底該怎麼去應對它 各位給各位一個結論 多看少做 多看少做 你的個股現在有小部分虧損 你不要去亂砍它 不要去亂砍它 或許你砍它地板 或許你會砍它地板 或許明天就彈上去了 所以你要關注的是支撐跟法人的籌碼的部分 沒有鬆動 沒有明顯的鬆動 趨勢沒有改變 基本沒有改變之前 各位 息息戰爭不是就有機會了嗎 息息戰爭不是就有機會了嗎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還是要操作上不要太過積極 你太過積極買賣容易 買在天花板賣在地板 那反的籌碼動作 今天其實外資也是大賣了120億 各位外資這5個交易日 每一天幾乎都是幾十億到百億這樣子在到貨 期貨的部分 今天有小步驟加倉 加了1345 13400口 那整體來說還是維持在13000口的滴水位 滴水位之際 各位滴水位這個 你覺得外資會拉指數嗎 應該不會吧 這期貨這種口述為什麼它拉指數 所以我認為指數 如果你說短線大檔特長拉上去 我認為機會不大 不過就是橫盤整理 就橫盤整理 目前的一個指數也來到季線附近的支撐 我認為這地方是能夠提供顯著支撐的 畢竟這地方月線還是季線還是上彎的 所以這個地方你說它一次要跌破 我認為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當然今晚的美股是關鍵 今晚美股的科技股是關鍵 如果今晚的美股表現還是非常非常差勁的話 明天順便一開盤就破了 一開盤就破了 但是我認為機會並不高 機會並不高 還是一樣先看一個高漲區間 爭吶為主的格局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一個類股之音流向的部分 好 今天類股之音流向的部分來講的話 上市的族群有沒有點火 有沒有點火的族群 各位今天有漲了嗎 有 光電今天相對強 電機今天相對強 不過你們發現都是月線之下 有沒有 都是月線之下 其餘類股基本上又是 哎 就跌下去了嘛 短線好不容易拉起來的贏件 今天跌破月線了 航運拉起來了 有沒有看到整個掉下去了 水泥 空方排列 造紙 破月線 所以現在破月線 基本上是非常多類股的一個現況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操作上面 不要太過積極 目前真的不是大多特度 讓你賺績效的時候 電子也在月線之下 半導體也在月線之下 所以請你注意 風險是存在的 風險是存在的 請你操作上保守一點 甚至控制你的資金持股比重 那在OTC的部分 今天明顯比較強的就是觀光 這都沒有漲到的 有沒有短線上都沒有漲到的 半導體電子 這相對抗跌 不過還是一樣有些都跌破月線了 所以目前從類股的資金流向的部分 或者是類股的漲跌的部分 其實看起來不是太過樂觀 台股的部分操作上不要太積極 而且你要控制食股比重 這是限量比較安全的操作方法 那排面上的強勢股 總算有一些比較小型的一些個股 或者是比較有族群性的個股 比較市場上有在流行的個股 出來做點火跟撐盤的動作 舉個例子來說 像是太陽能的安吉跟倉和 太陽能部分我只看兩檔 就是安吉跟倉和 就是安吉跟倉和 我當然知道有些學員會在看什麼 像看太極看達能 但是有基本面的個股 我就只看安吉跟倉和 我只看這兩檔個股 當然今天都是大漲的狀況 不過盤面上也是洗很久 也是震盪很久 甚至有都有跌破月線 激線去洗籌碼的狀況出現 尤其是倉和的部分 那倉和為什麼我這麼看好他 各位 如果你去看一下他的大戶籌碼比率 本周是大不足跳升 如果你去看一下他的月營收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很喜歡他了 而當然我們沒有操作 我們沒有操作 因為兵價格比較高一點 那行情目前也是比較弱勢的狀況之下 我也不想帶學人去亂買個股 那其餘來講的話散熱的部分 我認為也可以留意 像是3017的齊紅 3324的雙紅 也是我在看的散熱兩檔股票 三檔股票今天齊紅創下收盤下新高 我創收盤下新高 當然他也是有很好的一個營收的表現 還有像是剪刀腳尖盤的晶圓 今天也有買盤進駐 我今天有買盤進駐 還有洪捷克的部分 各位你還記得嗎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提過這個族群 我說這個族群目前在大盤裡面 算是相對低估的 是哪一個族群各位 你有持續追蹤我影音的就知道 我在講PA嘛 還記得PA嗎 我說PA是法人籌碼的產業 不是個股而已 是產業 所以量說拉回來 到月線附近沒有PO就拉上去 今天收一根實體的紅K棒 所以同樣有在拉的是誰 穩帽啊 各位穩帽不是均線糾結 你如果去把法人籌碼打出來看 各位 法人籌碼非常集中哦 非常集中 245全新今天不是都有漲嗎 都還在月線之上 對吧 所以 你不敢追高對不對 你不敢去追 目前有些贏在天上的股票 說不定買了明天摘下來 我舉個例子 什麼樣買了就隔天摘下來 最近我們有來 送給各位投資朋友們一份資料 以我來說去的都知道 我們是不是跟各位報告 PS5概念股只看兩檔嘛 第一檔不就創圍嗎 創圍我們分享之後 隔天大漲再一天大漲 今天再度往上攻高 不過各位看到攻高很想要去追對不對 一追 今天直接爆蛋蛋灌下來 跌了4個百分點 所以你如果不敢去追 這種短線已經攻上去的股票 有些個股還在地板 基本面也不錯 不是嗎 反而都有鎖馬的個股 像這個也是不是嗎 所以如果你不敢買在那種天上的 你要不要跟著我們一起布局 這種在低檔盤整 洗一洗證證 基本面很好的 或許沒辦法馬上漲 各位還是必須跟各位投資朋友們 誠實的報告 買了布丁馬上漲 我沒有這種辦法 但是我一定要想辦法 盡量縮短大家的等待時間 並且購買的是有EPS 基本面的好股票 基本上下漲風險就不會太高 基本上下漲風險 再怎麼洗 你有沒有發現有個股跌不下去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有些個股是跌不下去的 因為它基本面就在這裡 它要怎麼跌 它到底要怎麼跌 所以反而從往又集中產業趨勢 對低企業狀況之下 我認為買那種個股 基本上是很安全的 很安全的標的物 當然我們學員們 目前手上持股 等一下跟各位做一個小幅度的分享 小分享 紅杰科PA的部分也是我有持續在做關注的一個產業 這個產業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我認為也還不錯 好 我們來看在弱勢股的部分 當然短線上還是很多漲漲各股 飛來飛去 像什麼廣環科 最近連續兩天漲停買對不對 連續兩天跌停買下來 這就是比較投機的股票 波動度也很高 還有圓展 圓剛這對兄弟也是一樣 短線漲漲創為 有一次我們說過的 剛剛才提醒過大家的 還有二線的說話台劇 短線轉強的萬潤 今天都一根黑黑 全部灌下來 短線上轉強的幸福水泥 各位幸福水泥 昨天不是拉尾盤的觀光去嗎 今天一根整個灌下來 一根整個灌下來 所以你要去追高嗎 你要去追股票嗎 現在真的不是讓你追股票的時間 你一追隔天套 一追馬上套 所以現階段的行情 我認為還是一樣操作上它保守一點 有一點耐心 好 我們來看一下近期跟各位同學 報告到的一些個股 各位大盤破季線了對不對 在巨線附近震盪對不對 你的個股還在季線之上嗎 有沒有在巨線糾結處 有沒有法然籌碼大幅度撤手的狀況之下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沒有的話你不要擔心 甚至法然還在加碼的個股 你在擔心什麼 目前法然為什麼會想要在那邊加碼 因為現在相對便宜 而相對便宜但會吸引法然資金切進去 所以我認為目前大盤就在高檔震盪 短線已經跌下來在關鍵的支撐位置了 你再賣說不定砍在地板 說不定砍在地板 因為根本沒有量 各位根本沒有量 所以我認為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有些手動的持股 目前小幅度虧損 目前就是小幅度的推損 在我們成本局下面一點點而已 下面一點點我認為問題都不大 反充滿也沒有棄手 基本面更是強勁 所以我認為這地方洗一洗在一陣 有些地方甚至是讓我們再加碼 把它買起來 把我們的一個平均持股成本降低 甚至是在低位階去接到好股票的一個機會 所以接下來我的觀點沒有改變 雖然市場上可能有一些選舉的因素存在 不過我認為市場上目前就是量化寬鬆 資金就是非常多 資金非常多的情況下總要找地方去 所以我請大家看一下台幣的部分 各位台幣這個地方 大家很明顯都有政府互盤的影子在 每天都有拉下影線 但是你有發現嗎 升值的趨勢都沒有什麼明顯的改變 目前就是在升值 目前如果在升值的狀況之下 外資雖然賣台股 不過並沒有明顯的匯出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基本上 你說它要大空特空了嗎 我認為還沒有 市場上資金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會找到地方去做觸泳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新聞一個消息 台灣的8月份工業生產指數創下歷史新高 你有發現這個新聞嗎 台灣的產業其實基本上受到疫情的影響 真的是幅度不大 真的幅度不大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 你說台股要崩盤了嗎 我認為也沒有 沒有這樣的跡象 所以還是提醒大家操作上面 你或許現在當然明顯的大盤轉弱 這是事實 但是你說你要大幅度放空去撤退股票了嗎 我認為也還沒有 還沒到這個時機 所以我們一樣繼續等待行情指紋 我們繼續看大盤的表現了 那先讓你亂買亂賣 太極體操作 基本上虧損的幅度會大幅度的放大 所以我建議大家 你看不懂目前就多看少做 讓行情震盪一下 讓子彈飛一下 息息正正 好股票都會有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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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觀點 給大家參考 好那來回答一下 我們投資好朋友一些持股上的問題 好 有學員問到6278的台表科 各位台表科怎麼看待 這兩個其實基本上 各位你有看最近的LED嗎 LED我們要看誰 看雙熊 要合併的雙熊 2448經電 經電已經破到這個年限附近的位置了 那自己騎這裡 各位就轉弱 投信停損 外資也走了 主經也走了 LED要稍微避開一下 3298龍達也是 這兄弟倆 都一樣 外資都站在賣方 對不對 你問台表科 台表科也是一樣 這都破到這個位置了 這個法人全部轉賣了 你說這裡 各位籌碼鬆動了 他籌碼鬆動了 這個地方 你要不要先走一下 上面這套牌已經很明顯了 已經很明顯 這個平台基本上佔不回去 所以這個地方 我會建議 你要先把你的資金測出來 這樣各有風險很大囉 因為目前均線都開始往下 開始往下彎 反而都站在賣方 這看起來不太妙 我看起來不太妙 所以我會給你的建議 就是要不要先把資金測出 我把資金測出 真的是比較安全一些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下長歌舞 3260的威剛 威剛 各位Dram族群 你不用太悲觀 為什麼 你看今天跌對不對 外資有測嗎 頭性有測嗎 主力有測嗎 大貨商比率還在攀升 如果你有去看DSI指數 你不用太過擔心 目前就是排著鳥 排著鳥就洗一洗陣陣 我認為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你先防守下方這個區間 區間沒有跌破的狀況之下 我認為沒有什麼問題 機器也很低 低潤幾乎都沒漲到 所以機器很低 反而就在慢慢卡位的狀況之下 我認為威剛你可以繼續續爆 如果你有的話 你防守這平台區間就OK了 好 回答一下還有一些投資朋友問題 2330的成本是441.5 要不要停損 這檔個股這個位置 你說要停損喔 441 441 441還OK 還OK 我認為波段 這檔個股波段操作 波段操作這個平台 我這平台打了非常非常久一段時間 這平台沒有顯著跌破的狀況之下 我認為台積電還有機會 各位台積電 畢竟還是一個護國神山 這地方如果台積電 真的要破這個區間 台積電也掛點 台積電也是掛點 所以我認為機會不高 機會不高 你先防守好這個平台 平台沒有跌破的狀況之下 還可以續爆 當然要波段操作 要波段操作要點耐心 好 1513的中心電 50的成本 50的成本 是不是去追高 5050很高欸 哇這樣各有去追高 這上面套螺脈很沉重 各位 今天成長是57000多張對不對 這裡今天有引線 有下引線來撐 不過這平台 我問你要不要先看這個平台 今天有下 我收下引線有個初步止跌 但是如果明天後天 接下來這幾個交易日 這個平台再破 我建議要不要先走 他會去回撤基線 這裡再破 上方壓力就太明顯 太重了 反而都開始在做調節的動作 防守就是這邊好不好 這邊如果真的破就走 破了就走 把你的資金風險先控制住 3653的建設 建設OK啊 建設散熱模組 各位散熱最近很強 你有沒有發現旗紅 有沒有發現雙紅 建設OK 你看外資都在買 投信都在買 主力都在買 這當然沒問題啊 你防守這平台區間 均線開始轉回多頭發散了 這裡手穩的狀況之下 3653的建設往上看 3228的精力科 精力科 我比較沒有研究欸 漲停板是不是 上個五也相對投機一點 投機色彩比較濃化 沒有賺錢的公司啊 沒有賺錢公司 技術面操作 技術面操作 你就防守這平台 平台沒有跌破之前 亮縮拉回 你可以站在調節型的一個買方 站在買方就OK了 但是如果真的跌破了 我建議你先行離場 我先離場 短線的技術面操作就OK囉 1402 遠東興喔 我記得最近都有人在問遠東興對不對 這反而都在撤退啊 可是你這裡要賣嗎 各位 我說過啊這裡你要賣嗎 平台收尾了 目前都沒有跌破平台 如果再破這個平台區間 再破平台區間你就走 再破平台區間你就走 因為上面的壓力就會存在 不過目前來到區間下圓 今天還有收個小的下影線 我認為你不用太過悲觀 你不要積極去賣喔 除非真的破了 破了再走好不好 破了再走 你先防守好這個平台區間就可以了 好 還有學員問到 5457宣德可以買了嗎 其實宣德今天亮人說的不錯耶 只有2000張的成將 這算守得很好啊 宣德其實營收不錯啦 營收不錯 那這個地方洗一洗陣陣 我認為其實守得還蠻OK的 守得還蠻漂亮的 目前支撐就在這個平台區間 這個平台沒有顯著跌破的狀況之下 我認為這個地方洗一洗陣陣 都還有機會往上攻耶 外資籌碼也沒有在撤足 還OK 我還OK 這場個股我認為也有題材性 不過你要洗一洗陣陣 目前畢竟盤面就是弱 所以你說你買了隔天要大漲 這個非常困難 不過目前亮縮成這樣子還收穩 這個平台區間都沒有在破底 我認為還OK 可不可以佈局 可以啊 你當然可以佈局 防守的位置你就守這個平台 平台沒有顯著跌破的狀況之下 你不用太過悲觀 你可以繼續穩健的 抱著網上看即可 好我們今天已經就跟各位同 投資朋友扶到這個地方 還是提醒大家 目前的盤勢真的是比較弱勢一些 操作上面千萬不要太過積極 千萬不要太過積極 好股票亮縮壓回找買點 整理一下洗一洗 或許洗洗陣陣就有機會上去了 OK就有機會上去了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跟著我們一起佈局 第一季期轉強的個股 雖然不一定買了 明天馬上漲 不過洗一洗陣陣 都很有機會往上攻擊 想加入我們的聯絡 Telegram群組當中的小編 或者是小路投資日記 臉書粉絲專頁的小編 一起加入我們 今天已經就跟各位投資朋友 服務到這個地方 祝福各位投資朋友們 明天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